这一刻,人类败了,来自一空间的魔兽侵蚀了人类世界。 现代化武器对魔兽没有用,云间、蓬莱、西山等重要地区相继沦陷。 觉醒刻意能力的少部分人类和猎人们成为了战争的主力,为期一年的战争以惨烈的牺牲为代价,将魔兽抵御在西山边境。 无数人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恋人,朋友、家人沉浸在悲痛之中。 同时也有人背叛族裔,出卖同胞,投靠魔兽赚取了惊人的利益和地位。 以西山边境为界,南边人类被奴役,归属于魔兽的占领区,终于,人类与魔兽迎来了短暂的和平。 魔兽占领区,西山市总统府内,一人拿着甜点跟另外一个人说道,作为婚礼的流水席,这也太奢侈了吧。 尤其是现在物资匮乏的时期,另一人回应道这是总督和西山第一大财团,园艺财团的联姻。 也是世界上第一次人类和魔兽的婚礼,作为和平的象征,自然得隆重一些。 男人回头看到一个小男孩,开始抱怨特勤部的猎人,竟让一个乞丐溜进来。 小男孩向服务员要蓝莓蛋糕,今天是他妹妹的生日。 服务员没给小男孩好脸色,数落了一番。 这时,一个巨大魔兽出现在了服务员面前,询问是否还有蓝莓蛋糕了。 服务员紧张地看着这个庞然巨物,还没等他开口说话。 那魔兽看到小男孩,揪起他就往嘴里塞。 只见鲜血从魔兽里流了下来,鲜血见到了服务员的脸上,服务员恐惧地看到这一幕。 小女孩拿手里的石子砸在了魔兽的身上,要求把他哥哥还回来。 魔兽低下身表示,他哥哥的味道不错,他应该也是一个可爱的甜点。 画面转到总督那里,金会长向总督行了李说道,多亏了总督大人主导了停战协议。 西山大区已经开始恢复重建,金氏财团也想在城市重建中提供一点小小的帮助。 于是,总督告诉金会长,让他担任西山储备银行行长和招商局董事,金会长笑开了花。 站在远处的两人讨论着,其中一人羡慕金会长拿到了两个有水丰厚的职务。 另一个人告诉他和园艺财团比起来就差远了。 袁振云占据了西山大区接近一般的产业,现在把自己的女儿袁志亚都嫁给了总督。 过了一会,袁志亚看到贵客们都到齐了,通知猎人们封锁所有出口,不准任何人离开。 告诉大伙不要惊慌,反抗军领导人物此时正藏身在婚礼现场,贵客们心里不服,竟拿他们当作诱饵,只听砰的一声。 大门口出现了一个男子抱着魔兽的头,告诉大伙为了庆祝总督的婚礼,给大家放了个礼炮。 贵客们纷纷四处逃窜,随即袁志亚边下楼梯边说道,A级通缉犯佐持。 随即向佐持表示,正忙着抓捕反叛军,本来不想亲自处理像他那样的小配角。 既然来了,就把他作为第一件献给新郎的礼物,然后又告诉他已经派遣猎人们到收养他的武馆,目的就是以武馆为诱饵引他出现。 既然他不在武馆,他的同伴们大概已经被屠杀殆尽了吧。 佐持一脸不屑地表示,如果经过他的训练还会被杀掉,那只能说明他们也是垃圾,垃圾就该去死。 袁志亚嘲讽他,嘴硬的男人我可不喜欢,因为他们其他地方通常不够硬,接着命令手下把佐持给抓起来。 佐持立刻使出了断空斩,嘎掉了他们。 袁志亚看一名S级猎人和三名A级猎人瞬间就被杀,惊恐地看着佐持。 紧接着,佐持靠近袁志亚表示,这些废物就是你对我狗叫的依仗,袁志亚眼睛睁大寻思完蛋,要被杀了。 佐持从他身旁走过说道,不杀女人,袁志亚暗想这小子不杀女人真是愚蠢,绝对会让他后悔的。 只见佐持一拳打飞了袁志亚,表示既然和魔兽结婚了,也不再算是女人了,应该说连人类都不算。 突然总督出现在佐持的眼前,疑惑这小子明明身上一点魔力都没有,也不是猎人,更不是魔兽,居然能拥有这么强的力量。 佐持说,这就是武道,然后一拳抡向了总督,轰的一声。 然而,这一击被总督挡住,嘲笑佐持的武道只有这种程度,本以为能见到真正的武者,没想到他太烂了。 只见佐持突然变身,金钟罩十八层,铁布山十二层,黑魔霸体十六层,九转金身三层。 随即按着总督的头就往地上摔,总督挣扎了一会,根本反抗不了,便问道究竟是何方神圣。 佐持露出邪魅的笑容,告诉他,无奈仙人也。 N年前的武林事件,五月剑盟和魔教教主被魔兽层层包围。 此时旁边的弟子被超巨型魔兽一脚踩死。 五月剑盟盟主看到这一幕表示,之前联手才勉强解决一只,现在又出现了一只。 只见那魔兽正准备打向他们的时候,一束强光穿破了他的胸膛。 此时,佐持看到他们还没挂掉,便礼貌地问候了一下。 五月剑盟盟主感叹佐持又变强了,魔教教主表示想和佐持双修,生下的孩子一定是最强武者。 佐持根本没兴趣,只追求武道的极致,随后准备去宰了背叛他们的家伙。 五月剑盟盟主告诉佐持要小心天剑盟的秦渊,他是天下第一的高手,佐持表示不用担心。 随后,佐持一跃而起手撕魔兽,突破重围。 画面转到秦渊那里,一弟子奄奄一息地质问秦渊为何背叛。 秦渊用冰冷的眼神看着他并没有说话,此时佐持从天而降。 佐持质问秦渊为何要投靠魔兽,秦渊回应为了武道的极致。 佐持冷笑道,为了武道的极致而出卖同伴投靠妖兽是什么鬼逻辑。 秦渊觉得那些根本不是他的同伴,金钱权利势力才是他们所追求的东西。 武道在他们面前只是工具而非目的,只有佐持跟他才是同类。 想要探索武道的顶点只有将肉身转化为魔兽。 秦渊想拉着佐持跟他一起转化成魔兽,等完成了转化仪式定能做到武道的极致。 旁边的怪物疑惑已经牺牲了这么多顶尖舞者,才积攒了开启仪式的能量。 现在他想要将一半的能量分给佐持,秦渊说佐持有这个资格。 怪物表示根据他们的资料, 这家伙确实跟秦渊完全不同,一个出身于这个世界最强的宗门, 而佐持最初只是个小乞丐。 加入了不入流的小帮会获得垃圾一般的武学功法, 却靠自己努力成为了仅次于秦渊的一方霸主, 确实有资格成为他们其中一员。 此时佐持表示拒绝,不想成为魔兽, 还有不是仅次于秦渊,现在就要打爆秦渊然后把那怪物给宰了。 抄起拳头往秦渊那打了过去, 秦渊也使出了招式天剑牵引。 只听砰的一声,双方旗鼓相当, 连续打了几个回合之后, 秦渊的手在滴血,略处下风。 佐持问他服不服, 秦渊表示侥幸被他赢了一招, 第一次打赢很开心吗? 佐持上前说道, 接下来还会打败秦渊无数次。 此时秦渊开始发生变化, 告诉佐持来不及了, 转化仪式要开始了, 只见所有死去的尸体被吸走了能量, 转化到了秦渊的身上。 众魔兽见到这一幕高喊净化不朽, 所有的能量把秦渊包裹起来。 此时秦渊已经转化成功, 告诉佐持给他最后一次机会选择, 这个世界已经凋零了, 一起征战天外的无数世界寻找新的道路。 佐持表示秦渊背叛了自己的武道, 变成了这幅丑模样, 这难道就是他想要的力量? 秦渊瞬间打向了他, 佐持胸口被打出一个洞, 倒在了地上, 随后秦渊便进入了传送门。 奄奄一息的佐持在地上艰难地爬着, 没有完成自己的武道, 在这里无声无息地死去, 简直是笑话。 随后眼前一黑, 再次醒来的时候, 佐持发现自己在一个奇怪的房间里, 里面都是尸体, 但是房间的装修, 以及那些人的衣服, 是他从来没见过的。 佐持发现自己根本动不了, 不仅骨折内出血, 而且体内一丝真气也感受不到。 此时眼镜男寻找着佐持, 开门发现外交部部长安正明死了, 原本计划只要绑架他就可以了, 然后仔细想想, 卖国贼死不足惜, 他死了, 就能暂时终止和平协议的签订了。 他看到佐持赶紧把他扶起来, 要把他送到医院, 告诉佐持, 回去以后他就是英雄了。 此时另外一个男子进来, 看到这一幕破口大骂, 外交官的官邸闹事就算了, 安正明都敢杀。 你们都是西山大学的大学生, 前途无量, 为什么要和反叛军搅合在一起? 眼镜男气愤地说道, 特勤部的杂种别明知故问, 当然是为了阻止你们签订那该死的和平协议。 男子表示, 那可是耗费了将近一个月时间, 才确认了和平协议的具体细节。 人类和魔兽的和平来之不易, 现在全让他们给毁了。 眼镜男表示, 把人类杀了个爽, 再来谈和平, 魔兽的野心绝不会满足于此。 男子表示, 至少现在大家还活着, 破坏和平协议等于重启战争。 随后掐着眼镜男脖子说道, 你们过家家越了界, 现在要死的可就是你们了。 说完男子松了手, 随后便说, 他们是金贵的西山大学生, 可不能死在这里, 就这么简单的死, 太便宜他们了。 画面转到了监狱, 一群学生在地下抗议, 一共196名西山大学的学生参与闹事, 都没关在了这里。 特勤部的人告诉点狱长, 总督办公室给监狱安排了重要任务, 年轻的大学生作为实验材料非常合适。 点狱长表示, 许多政界商界的大人物, 都是从西山大学毕业, 并不想惹麻烦。 特勤部的人告诉他, 有人弄死外交部长, 上头对闹事的学生很不满, 意思在过几天等和平协议签订完成之后, 把他们作为实验素材, 并让点狱长注意一个叫佐驰的人, 他自幼习武并杀死了五名武装保镖和安正名, 此人相当危险。 点狱长说自己身为C级猎人根本不用担心, 此时佐驰醒来, 发现自己身体伤势不断恶化, 要尽快修炼出真气稳定伤势。 上一世为了生存年少, 修炼了不入流的武学功法, 在修炼的最初阶段没能铸就稳固的基础, 从而严重拖慢后续的修炼进度, 现在拥有一次重来的机会。 在他的脑海中有着许多顶尖功法, 再加上数十年的修炼经验, 用不了多久就能超越过去的自己, 最适合这具身体的顶尖功法是纯阳功。 正当佐持提炼纯阳功的真气, 突然之间真气消失, 于是打算提炼其他功法, 然而都不管用。 如果这具身体无法修炼, 他早应该就死了, 但他现在能感受到身上伤势在自愈。 难道刚刚修炼出来的真气, 被这具身体吞噬了吗? 佐持觉得自己身体正在发生奇妙的变化。 此时眼镜男推门而入, 看到佐持醒来便告诉他, 那些人拒绝给佐持提供药物和治疗, 他只能简单地给佐持清洗包扎伤口, 还以为佐持挺不过惊天了。 佐持向他感谢并询问他, 叫什么名字? 眼镜男一脸懵地说道, 我是你的同学, 何知有孟广贤啊? 你脑子坏掉了吗? 从头说起事情的经过, 这个世界被魔兽入侵了, 人类失去了三分之一的领土, 并妥协寻求和平, 他们都是西山大学的学生。 为了阻止和平协议的签订, 在反抗军的安排下, 他们跑到大街上游行示威, 打算绑架外交官安正明。 没想到安正明被佐持杀死, 然后进了监狱。 孟广贤告诉他, 反叛军很快就回来解救他们。 佐持询问他, 反抗军杀了多少魔兽? 孟广贤告诉他, 有一万只魔兽, 一千三百多名人类叛徒。 佐持觉得这反抗军不错, 继续追问昨天杀了多少? 孟广贤愣住了, 佐持想着, 刚刚他说的不会是总术吧? 孟广贤告诉他, 反抗军毕竟不是正规军队。 佐持觉得这反抗军弱爆了, 别指望他们了, 现在就带他杀出去。 来到监狱广场, 佐持奇怪, 这国家居然让罪犯住这么好的房子。 孟广贤表示, 他们是西山大学的学生, 身份比较特殊。 其他学生看到佐持特别欣喜, 认为现在他是大英雄, 此时坐在一旁的周轩忍不住了。 气愤地表示, 佐持偷偷刺杀外交官, 导致那么多人被连累关起来。 孟广贤告诉他为了阻止和平协议, 不惜一切代价。 难道现在后悔了吗? 周轩告诉他们, 三天时间已有六位同学 被典狱长抓去审问没再回来。 女生们被关在另一个区域, 不知道他们会遭受什么样的待遇。 此时, 典狱长朝着众人走了过来, 孟广贤要求典狱长 把被审问的人放回来。 典狱长让他们别激动, 并准备了娱乐活动给他们。 随即让手下把电视搬了过来, 此时佐持寻思那家伙 不仅让他们住得好, 还给他们找乐子, 就先不着急越狱。 佐持上前拍了拍电视说道, 这玩意应该怎么玩, 怎么没反应呢? 此时典狱长用遥控器打开了电视, 心想, 胆敢刺杀安正明的家伙, 果然脑子不好, 等会再收拾它。 此时电视里传来新闻, 经过30天的会谈, 期待已久的和平终于到来, 因不同文化产生的误解, 来自异世界的流浪者与我们人类, 发生了为期一年的战争。 不论是对人类还是魔兽, 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就在今天的西山边境, 人类与魔兽达成了和平协议, 以西山边境为界, 南边由魔兽暂时居住和管理。 学生们看完新闻觉得努力全白费了, 孟广贤表示, 这都不是真的, 外交部长都死了, 怎么可能会这么快就完成和平协议的签订? 典狱长嘲笑他们, 自不量力区区楼椅就妄想改变一切, 看不清局势只会成为权力游戏的牺牲品, 声称他们已经被抛弃了, 现在唯一的价值是成为这个监狱的实验品。 孟广贤贤问典狱长对同学们做了什么? 威胁监狱做的事会被新闻媒体曝光, 典狱长回应如果公众知道了, 也会赞美从他手中诞生的事属于人类和魔兽的未来, 并告诉大伙佐池就是今天的实验品, 此时佐池倒是想看看能玩出什么花来。 过了一段时间孟广贤等不下去了, 告诉众人现在他们是弃子, 不想死的就一起反抗典狱长并逃出去。 周轩觉得是因为佐池被带走, 孟广贤才坐不住的。 而孟广贤告诉大伙不只要救佐池, 还要救前几天被带走的同学, 以及被关押在别的区域的女生们。 同学们纷纷都慌了, 监狱内不仅有好几只魔兽看守, 典狱长也是猎人, 他们什么都做不了, 开始责怪孟广贤。 周轩觉得佐池死了是活该, 绝对不会去救他。 此时实验室里正准备开始进行第305次实验。 一个女同学质问孙孟月为什么要给他们走狗, 她原先不是这种人, 孙孟月告诉她为了活下去做什么都可以。 并表示最讨厌那富家女的做派了, 于是一针扎进了女同学的身上。 听到惨叫声的佐池表示, 带她过来不会只打算整些破铜烂铁给她上行吧。 前面的典狱长推开门说道, 绝对不会让佐池失望的。 众人看到刚刚的女同学变成了非常恶心的怪物, 典狱长觉得实验又失败了。 佐池表示, 带她来就是为了看将人类转变为魔兽吗? 典狱长笑道, 这可是能够改变世界的探索, 而她将成为引导世界变革的先行者, 只有人类全部转化为魔兽, 才能真正终结人类与魔兽的战争。 在魔兽贡献过无数世界里, 只有一次人类转化为魔兽的奇迹, 但现在有先进技术的辅助, 魔兽转化实验有了巨大的进展, 甚至惊动了那位曾是人类的魔兽。 佐池兴奋地问道, 那个放弃人类身份的魔兽也在这里吗? 典狱长表示, 那位大人的力量远在军团级之上, 这个世界暂时还承受不了她的力量, 等她降临的那天, 他们这些先行者将获得巨大的褒奖。 随即典狱长用念力限制了佐池的行动, 让旁边的孙孟月把四号药剂注射到武者身上, 会发生什么效果? 孙孟月觉得, 贸然接近, 定会被杀死。 典狱长表示, 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 孙孟月的服务都让她感到很满意, 怎么舍得让她去死? 并表示, 佐池现在动都动不了。 孙孟月心想, 落到如今的困境都怪佐池, 于是拿着注射剂向她。 此时, 佐池突然抓着孙孟月的手刺向了她自己, 并按了下去。 典狱长看到这一幕震惊了, 刚刚一瞬间念力失去了对佐池的锁定。 此时, 孙孟月变成了怪物, 并把旁边的医务人员给吃了。 还没等典狱长反应过来, 佐池瞬间把她给打飞。 佐池感觉, 刚刚完全没有打中肉体的手感。 质问她, 难道刚刚用了念力吗? 典狱长表示, C级猎人可以使用念力缠绕全身, 足以抵御火箭炮的轰击。 想佐池这样的废物, 连她一根毛都伤不到。 佐池想再多看看她, 还有什么绝活。 只见典狱长站了起来, 表示有史以来最强的舞者, 也只相当于C级的猎人, 意味着她是佐池绝对无法逾越的极限。 随即典狱长对着佐池使出了招数, 结果被佐池轻松躲过, 开始点评典狱长的破坏力不错, 就是太慢了。 典狱长表示, 刚刚只是打个招呼, 于是对着佐池开始一顿输出, 佐池疯狂躲闪寻思, 没有真气的保护, 被击中一次就死定了, 于是用一块石子向点语长的方向投掷。 点语长嘲笑她, 这种小孩玩的玩意也拿来当招式, 看不懂这操作。 不一会, 听着石子在那弹来弹去的声音, 点语长有些迷糊。 高明的催眠术使用者, 可以使用语言声音气味动作眼神等方式, 操控他人的意识。 在武林世界, 某个以暗器和飞行道具为主要攻击方式的流派, 创造了暗器催眠法, 无需使用真气指通过暗器撞击的声音和飞行路线, 就能扭曲对手意识的技巧。 其效果能让对手陷入失重混乱, 甚至昏迷的状态。 点语长清醒过来发现, 佐池在疯狂地打她的屏障。 只听砰的一声, 只见佐池打碎了屏障, 点语长被弹飞。 点语长觉得, 佐池在羞辱她, 只要佐池再多用点力, 足以杀了她。 质问为什么停手了? 佐池表示, 在她对念力研究结束之前, 是不会杀了她的。 点语长气愤告诉佐池, 竟然拿她当作实验品。 刚刚的幸运只有一次, 不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 画面一转, 一男子正在严刑拷打, 被打的男子仿制了一把钥匙, 但不知道是谁家的。 那男子告诉她是前外交部长安正明的房间钥匙, 被打的男子表示, 根本不想知道。 他什么都不会说, 贵求那男子放过他。 随后男子手一挥, 只见那人被活生生地吞噬到了地底。 特勤部老哥抽着烟询问他结束了没有, 那男子告诉他, 所有相关人员以及证据都清理干净了, 现在只要把他杀了, 就没有人知道安正明的死, 是被特勤部老哥一手安排的计划了。 老哥表示, 他是最得力的下属, 怎么舍得杀他?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人郑佐池, 还没确认死亡。 男子疑惑, 花费了这么多时间和成本, 将佐池设计为杀死安正明的犯人, 为什么他那么重要? 老哥表示, 在魔兽出现之前, 明星武馆的佐盗曾是西山市名副其实的地下皇帝, 纵横黑白两道, 连大财团们也要净他几分。 十几年前佐盗收养了一名孤儿, 正是佐池。 佐盗还有许多见不得光的灰色产业, 明星武馆的下属组织黑社会, 成员都是地痞流氓, 但他们掌握许多隐秘的情报。 要想将反抗军连根挖起, 就得借助那些地痞流氓的情报网络。 男子表示, 如果他们的计划被查出来, 这种罪名承担不起。 老哥告诉他, 背后有财团支持, 他可不想一辈子当情报分析师主任。 反问男子, 难道想一辈子就当个小组长吗? 男子表示, 会追随千龙和主任的, 并询问是否要把佐池清理掉。 千龙和告诉他, 佐池是这次事件的中心, 要尽可能与他撇清关系, 免得给背后老板添麻烦。 男子觉得, 如果佐池伤势恢复醒来乱说话, 那就完了, 千龙和特意拿他当诱饵, 如果明星武馆出手救人, 把柄自己送上门来, 到时候, 他们就可以让佐盗言听计从了。 千龙和认为, 佐盗也很有可能会见死不救, 这种情况, 典狱长也会杀死佐池, 帮他们清理最后的证据。 只要佐池死了, 给他定什么罪都是自己说了算, 顺便将明星武馆, 也扣上勾结反叛军的嫌疑, 佐盗要保住武馆里徒弟们的性命, 就得乖乖把黑社会亲手献上。 此时的监狱里, 点狱长被佐池打得到处跑, 跌跌撞撞来到怪物跟前。 其中一个魔兽表示, 早就不应该让他垃圾当点狱长。 另一个告诉同伴不要忘了, 多亏了这个忠诚的奴隶, 他们才能清闲度日。 此时佐池走了过来, 看点狱长找到帮手了。 点狱长告诉魔兽们, 这囚犯非常危险, 撒腿就跑去拉警报了。 魔兽对着佐池使出了利爪炮, 被他轻松躲过。 只见佐池用手折断了魔兽的手臂。 画面回到以前, 点狱长推着反抗军往前走。 男子看向点狱长说道, 尹修平我看错你了。 为了升官发财, 即使出卖朋友也在所不惜。 尹修平让他冷静点, 好好配合工作, 想想他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 男子刚准备打过去。 被一只魔兽按在了地上, 告诉男子多亏了点狱长的情报。 抓获40多名反抗军, 尹修平告诉魔兽把任务交给他, 在他的审讯技术下, 会把所有情报交代出来。 魔兽觉得, 他居然对我自己的同类这么狠, 越来越喜欢点狱长了。 那囚犯诅咒尹修平, 会因权力的追逐而死去。 此时的尹修平, 愤怒地砸碎了通讯系统, 暗骂维修人员就知道偷懒。 战争中被破坏的通讯系统, 直到现在, 还没有完全恢复, 连手机都不能用。 监狱内部的警报, 也在刚刚战斗中被损坏, 突然轰得一声爆炸。 尹修平想着, 要抓紧时间了, 左驰该不会连那两头C级魔兽都干掉了吧? 好不容易才成为点狱长, 人生才刚刚开始, 尹修平得不到外界的支援, 下场只有死。 他突然想到, B区还有一个测试用的临时警报系统, 还有希望。 此刻同时发生爆炸的监狱广场, 学生们指责周轩贪生怕死, 只顾着自己逃跑。 周轩告诉大火想活命, 就趁现在到处是爆炸, 监狱一片混乱, 孟广贤和左驰正好又做一次英雄, 吸引了狱警的注意力。 有几人打算跟周轩一起越狱, 其中一人发现了捷径, 准备把门撞开。 只见门被点狱长踹开, 让他们过来帮个忙, 可以减轻他们的惩罚。 威胁他们没跟上的人, 他会统统杀掉。 周轩瞬间选择配合点狱长的工作。 突然轰的一声, 魔兽的四肢残渣和左驰从天而降, 惊呆了几人。 此时孟广贤还在等待左驰, 后面的同学让他赶紧撤退, 其他同学都跑光了。 孟广贤表示要等左驰一起离开, 后面的同学告诉他不要管左驰了, 他已经疯了。 轰的一声。 左驰还在拿点狱长测试念力防御, 看到尹修萍醒来, 左驰甚是欣喜, 让尹修萍继续攻击他。 尹修萍绷不住了, 这小子不断地侮辱我, 把我当作玩具, 无数次机会他可以轻易地杀掉我, 却什么都没有做。 准备继续打向左驰的他, 突然动不了, 面对近在咫尺的敌人, 却什么都做不了。 尹修萍浑身发抖地质问左驰对他做了什么, 左驰表示什么都没做, 他的肉体正在抗拒他的命令, 恐惧是生物的本能。 尹修萍此刻内心非常绝望, 左驰疑惑他连攻击都做不到了吗? 正好想看看猎人的念力到底源于哪里。 左驰告诉尹修萍不要害怕, 他会非常小心地, 绝不会让他轻易地死去, 尹修萍大叫一声。 他的胸口炸开, 鲜血似箭, 倒了下去。 此时孟广贤走了过来, 左驰询问大家都跑了吗? 孟广贤看到了他的伤势, 惊呆了。 左驰解释道, 不要误会, 绝对不是被打伤了。 刚刚兴奋过头了, 不小心用力过猛断了几根骨头, 只见左驰浑身上下的鲜血往外喷, 然后倒在了地上。 画面转到明星武馆, 女子警告千龙和他们不准再靠近, 表示师父不见外人, 请两人离开。 千龙和表示要告诉左道关于他养子的事情, 女子表示不想再说第二遍。 千龙和向左道隔空喊话, 你的养子左驰杀了外交部长, 马上面临处心你居然不敢露面。 曾经的西山地下王者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懦夫, 太让人失望了。 砰的一声, 女子打向千龙和, 但是被旁边的男子挡住, 女子再次进攻打破了那男人的念力防御。 紧接着, 女子拿刀刺向了千龙和, 随即他抓住了女子的手。 此时一个男子踩着千龙和小弟的头, 对千龙和表示趁现在还有耐心跟他好好说话, 现在赶紧滚出去。 千龙和此次前来代表特勤部和法律以及正义, 左驰杀人罪行明星无管必须给个交代。 男子觉得年轻人热血上头, 谁没犯过点小错, 自己像左驰这么大的时候, 手上人命都上百条了。 千龙和表示, 这性质能一样吗? 杀的可是外交部长安正明, 他强烈怀疑左驰涉嫌勾结反抗军, 阻止和平协议的签订。 男子索要证据, 千龙和表示, 证据不重要, 左驰和反抗军有无关联更不重要, 但是如果不把黑社会交出来, 左驰不仅会死连明星无管, 以及他师父都会受到连累。 男子询问, 是哪家财团指使他的? 千龙和表示, 哪家不重要, 要和左道单独谈判, 随后男子大笑。 男子告诉千龙和对于魔兽和财团来说, 他们只是可以随时替换的工具, 工具怎么能和人谈判, 并表示千龙和的脑袋在黑市就值50个比特。 千龙和说自己确实贱命一条, 但龙池的命就比他贵多了。 男子表示过两天找朋友打个招呼, 左驰不就出来了, 正好这几天让他在监狱里冷静冷静, 千龙和告诉他左驰现在在黑门监狱, 那里的情况大家都知道, 他能活多久就不清楚了。 男子揪起千龙和领子警告他, 如果左驰发生意外, 杀他十次都不够。 千龙和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现在轮到他和他师父来选择了, 交出黑蛇会, 现在就可以放左驰离开。 此时来了两人, 告诉千龙和黑门监狱的囚犯全部越狱了, 千龙和觉得这是好事, 那些学生能逃离监狱肯定有人帮忙, 继续往下查。 那两人接着告诉他, 是学生自己越狱的, 典狱长也被杀了, 目前的线索来看没外人帮忙。 千龙和彻底慌了, 之后便带着手下离开了武馆。 女子问师哥为什么不把他们全杀了? 师哥回应, 要杀也要在外面杀, 不能在武馆里杀。 而且还要调查千龙和以及指使他的财团。 小师妹觉得这样没有意思, 师哥告诉他现在时代变了万事须谨慎, 并让他收敛一下暴脾气, 多动动脑子, 多学学师哥。 小师妹和他说, 师父特意交代让我不要学你, 师父说你胆子很小, 练武的人胆子要大。 师哥表示, 他在那里操心这操心, 那还不是为了保护武馆。 现在很多人在基于他们的财富和产业, 师妹跟师哥说, 如果大师兄和二师姐还在武馆就好了, 这样就不会有人敢欺负咱们了。 师哥赶紧捂住了小妹的嘴, 紧张地望向四周说道, 就算师父在卧室也能听到他俩说话。 师妹告诉师哥他早就出门了, 好几天都没回武馆了。 师哥吓得冷汗直冒, 表示以后绝对不要在师父面前提到那两个叛徒, 每次师父生气都会揍他和佐持。 师妹转头说道, 是时候拒救佐持师兄了, 他很弱, 如果他死了, 师父会伤心的。 师哥告诉小妹别添乱了, 还是他来找佐持吧, 那书呆子读书读傻了, 跑去游行示威, 希望他好好活着, 整个武馆没有一个能让他省心的。 画面转到佐持以前, 秦渊询问佐持在看什么书, 佐持告诉他在看一本只有在死后才开始修炼的功法, 轮回道路。 问秦渊是否要看看, 秦渊回应如果这个功法有用, 那被他们杀死的教徒应该已经站起来和他俩继续战斗了。 听到这话的佐持吓一跳, 此时秦渊和佐持正在打着敌人, 发现连皮都没破。 秦渊问佐持之前怎么杀那教徒的, 佐持回应那家伙只修炼外功, 皮肤筋骨非常强韧, 杀死他的最后一击是用真气破坏了他的心脏。 复活之后变得更硬, 力量也提升了很多, 连真气都难进入他身体内部, 秦渊心生一计, 撒腿就跑, 佐持在后面气喘吁吁地跟着他, 只见敌人追了上来, 轰的一声打断了他俩前面的道路。 佐持让秦渊赶紧对他们动真格, 秦渊不懂他在说什么。 佐持表示, 虽然秦渊一直只使用最基础的剑招, 但一看他就是出身名门正派的弟子。 小说话本里都会写着, 天才弟子会隐瞒身份闯荡江湖, 刻意不适用本门派的武道功法。 天才弟子在历练的途中, 揭示了值得交心的朋友, 却因真实身份曝光, 朋友感到自卑, 最终两人形同陌路。 佐持以为秦渊担心的是这个, 秦渊表示从来没考虑过这种问题。 佐持觉得不管什么理由, 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让秦渊赶紧使出他无敌的武道功法, 打爆那些怪物。 秦渊表示师父告诉过他, 如果想抵达武道的极致, 在目前的修行阶段绝对不能使用真气。 佐持寻思在极致难道比自己生命更重要吗? 不杀了怪物死的就是他俩。 秦渊让佐持先离开,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不会拖累他的, 即使无法获得胜利, 与他一起对抗怪物, 随即两人一起冲向怪物。 打了一个小时佐持倒地不起, 秦渊右手骨折, 只能用左手进行战斗, 倒在地上的佐持, 看秦渊到这种状态了, 还不肯用真气。 事情结束之后, 他俩去吃饭, 秦渊点了实体包子, 还要再加两碗牛肉面。 看到这一幕, 佐持觉得他越来越能吃了, 秦渊解释不使用真气的情况下, 会消耗更多能量。 佐持追问, 为什么他师父会禁止他使用真气? 顶尖高手怎么可能不用真气战斗? 秦渊解释到舞者们追寻着最强武道功法最强的真气, 如果没有功法, 没有真气武道, 难道就不存在了吗? 功法和真气, 能够让我们变强, 但它们只是工具。 询问佐持杀死红联教教徒的那招, 还能再用一次吗? 佐持表示, 试了几次没成功, 非常困难。 随即秦渊告诉他, 把那一招练好了, 才是他应该努力的方向。 把手上那本来路不明的红联教功法丢了, 那功法或许能让他快速变强, 但都是有着巨大缺陷和危险的。 如果佐持想达到舞道的极致, 那种功法只会成为路上的阻碍。 佐持表示自己的出生和秦渊完全不同。 金钱就是一切, 想要活下去只要竭尽全力, 不会放弃任何能让他变强的方法。 秦渊觉得佐持口中的舞道极致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佐持告诉他, 就算有一天舞道功法和真气从这个世界突然消失, 舞道依然会存在, 用剑灰砍是舞, 真气和功法同样是舞。 他会去学习关于舞的一切, 理解关于舞的一切, 使用关于舞的一切, 这就是他的道路。 此时, 佐持逐渐清醒, 一旁的乞丐见到他醒了便递给他纸条, 说是同伴留给他的。 上面写着, 我去买点吃的, 马上回来, 在这里等我。 随后佐持询问乞丐这是哪里。 乞丐告诉他, 这是威斯顿地铁站, 同样也是他们住的地方。 六个月前他的房子被炸没了, 才选择住在了这里。 旁边一哥们因为战争丢了工作, 给不起房屋贷款, 到现在每个月还得偿还贷款。 这时佐持听到了孟广贤的声音, 好像有个人在刁难他, 佐持立马跑了过去。 到了那里, 只见孟广贤已经刺倒了那人, 佐持见状说第一次杀人非常不错, 一刀致命。 孟广贤表示并不想杀他的, 骂到为什么一切都不顺利。 原先威斯顿地铁站是反抗军和他们的联络点, 现在他们都走了, 已经无路可退了。 画面来到了监狱, 千龙和看着点狱长的尸体寻思真有意思, 监控录像都被毁了哪有这妖巧的事情。 明星武馆没出手, 反抗军也没动静, 是谁杀了点狱长? 此时小弟上前告诉千龙和, 刚刚恢复了部分影像, 杀死点狱长以及魔兽的正式佐持。 千龙和不敢相信, 手下猜测佐持一开始就隐藏了, 作为舞者的实力, 从监狱被破坏的情况可以推测, 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 佐持反应速度很快, 这是他取得获胜的关键原因, 但他攻击力是短板, 综合评价佐持的实力相当于C级猎人水平。 千龙和表示时间不早了, 明天再说, 他一开始就安排了间谍在监狱远处监视, 如果是反抗军或黑蛇会救出学生, 自己的间谍肯定会跟踪到敌方老巢。 如果学生们是自己越狱, 那他们也会找人寻求帮助, 他的间谍也会一直跟踪那些学生。 这时, 有两人报告千龙和, 在距离监狱一公里的距离, 找到了一些可疑的尸体。 龙千和过去定睛一看, 是自己的间谍。